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 这是从外文的free wheel翻译过来了 自由意志 我觉得这个汉文的翻译也是挺好的 不过自由意志这个语会 如果光就汉文的语会 应该跟康德所说的free wheel 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我们讲自是回到我们自身 由这个自身所游 游着路也 由自身主体所行走的一条路 那么就可以关联到 人者人者安宅也 溢者人之正路也 如果这样来谈自由的话 那就跟近现代以来 西方所说的自由这个概念 会有些不同 因为他们太强调 每一个人的个体之为主体 就这个个人主体意义下而说的自由 而我们可能可能回到一个人轮里头 在人轮所构成那个血缘性的人轮 并且扩大之的人文 人轮在天地人三才之间的 人该当如何的 这样的居人游异 这样而说的自由 我想这个语意是更为丰富而圆满的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 我们常常忽略了汉语的语感 我们常常是贴着西方的哲学语汇 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 就以我们翻译来说 我们也并没有回到我们的汉语语感 而直就人家的话来说了 而说的也未必透彻 所以常常在这起了很多争端 好像意志翻译will 我想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汉语的语法里面 意是心之所发 一个意向性 一个intention为之意 在意往上体为志 叫意志 是志于道 那个志于道 使幼而志于学 那个志 志是心有所存主 而心有所往 志强调的是一种定向性 所以意志是从心所发 这意往上提的 那样的一个 心意的定向 这是代表着一种 觉醒的定向 就是我们心 有个觉性 觉性决定了一个价值的定向 这样的定向 这连着刚刚讲的 居人有意而说的自由 在有这样 心有存主 有所往 有个定向而说的 志于道 志于学之志 这样所说的自由意志的话 我想那是比 自由意志 是更为圆满的 更为充实的 更为踏实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思考这问题的时候 是放在一个 共同体的脉络来思考 人的身心是个共同体 人的家庭是个共同体 家族 宗法 所构成了宗族 以及 由家庭 扩大 跨出去 而社会所说的 一个 社群 或者 社区 社会 或者我们宽广一点的 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 这都可以从居人有意 而且 是 志于道 志于学 立志向道 立志向学 学而觉知 这样的自由意志 这一点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连着这一点来看 民国一来 这一百多年 大家一直在争取 争求的 所谓的 自由 民主 跟人权 我们可能就会连接到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自由 后头我们连接到的 可能是自觉 人权 我们可能连接到的是 人伦 民主 我们连接到的是 民本 当然 民本跟 民主 还是不同的 自觉 跟自由 还是有差异的 人伦 跟人权 也是有差异的 不差异 并不代表着 不能融通 不能交谈 正代表着 可以两端而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 有人伦 有人伦的人权 一同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共同体 从身心共同体 到家庭 人伦 共同体 到社群的共同体 到整个天地 自然的共同体 这样说 形成了一个人文教养的共同体 人在这样的 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是在求人类更合理的生活 生命的意义 是在求整个宇宙的生命 继续永续经营 生生不息 那我们这样来看 自由意志 我想会是一个 有趣的调节 并进一步的生长 当然 你就不会拿着 康德式的意义 所说的自由意志 而只看到 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 君主专制 父权高压 以及男性中心 你就直接去挖苦他 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意志 我们是没有意志的自由 这这样说是不准确的 是不适当的 我们应该要去问 假使 我真有这个现象 有所谓没有意志的自由 没有自由的意志 我们要问 它是怎么造成的 这跟两千年的 君主专制 父权高压 男性中心 是密切关系的 这两千年的 地制化了儒学 君主专制为主导了儒学 所造成的 它并不是儒学之本怀 儒学之本怀 是要劳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儒学之本怀是 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 那你想一想 这样子天下为公的思考 劳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的思考 这样思考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思考 这样思考是一个居人游异的自由 这样思考是自于道 是自于学 是以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 为理想的意志 如果这么说了 自由意志 那我想是更为完善的了 是的 我们应该要经由我们汉语的语感 重新去体会 重新去厘清我们汉语的意义 而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 跟西方的哲学语会 有更多交谈跟对话 感恩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应说好 感谢 theme 感谢